做人不能太老实,掌握这几个小心计,让小人不敢再欺负你。 祸不妄志,福不徒来,更多国学知识就在国学子弟般欢迎订阅。 古语有云吃亏是福,但是我们在很多的时候都会发现, 做人太老实,往往都会受到欺负,以及是别人的嘲笑。 现实生活中,老实人工作干活最多,但是生殖加薪有好处的是, 总是没有老实人的身影,他们安慰自己多做点没什么, 成绩和功劳被别人抢去,劝告自己咽下这口气, 生活中被别人排挤伤害,受到不对等的待遇。 不善交集,不懂得争取自己的利益,所以告诉自己正不想跟他们来往。 所以,老实人到底怎么做,怎么才能避免受到排挤和欺负呢? 贬则心,不贬则腐,贬则活,不贬判,想要让别人不敢欺负你, 首先就要改变自己在别人心目当中的形象, 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欺,虽然说做人要善良, 但是善良也要有自己的尺度,而且要让自己从内心里不再畏惧那些欺负你的人, 甚至在他们欺负你的时候,毫不犹豫地奋起反击, 让他们看到你在某些方面的强势。 这样的话,他们就不敢再对你做过分的行为。 鬼谷子指出,人之情,出言则欲听,举事则欲成,听贵聪,智贵名,词贵起,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要说话,说出来别人才知道你并不是那么好欺负的, 要学会无害人之意,但是要有防人之心。 春秋记载,卢尹公,鲁国第十四代国君, 其父会公逝世时,其弟鲁衡公因年纪上小而, 卢尹公贤能,被鲁国大夫举荐为国君, 卢尹公因担心其弟年纪上小, 大夫们不能很好辅佐,暂替鲁衡公登皇位。 公子辉在战役中立了大功,在鲁国掌握了军事大权。 他偷偷告诉卢尹公,在鲁衡公的统治下, 百姓安乐,朝堂稳定,而鲁衡公日渐长大, 他想要替鲁衡公除掉鲁衡公, 好让鲁衡公继续安稳地做国君。 鲁衡公听了这话,反倒惊讶地说, 鲁衡公当国君是先王的命令, 自己只是因为鲁衡公年纪上小才赞逮国君, 如今自己已经在兔球修建房子, 准备在那养老送中,将国君的位置还给鲁衡公。 而太子挥害怕,因此是被鲁衡公知道杀害, 便反向向鲁衡公说鲁衡公的坏话, 并请求替鲁衡公杀害鲁衡公, 最终鲁衡公被杀害。 鲁衡公老是善良,想要退位, 最终却被谗媚小人诬陷杀害, 鲁衡公错就错在, 对于自己让位一事没有计谋。 鲁衡公登地位为实, 尽管其没有贪图地位的想法, 但他的退也不会让鲁衡公因此放下戒心, 况且在鲁衡公治理下的朝堂安稳百姓和睦在鲁衡公心中更是隐患。 假若鲁衡公当时效仿周公辅助成王的故事, 听国阵而非赞待地位, 或许就不会是今天被人杀害的结局, 让他人是不想给自己找那么多的麻烦, 但如果对方是得寸进尺, 蹬鼻子上脸的人, 我们自然不能再给他们好脸色看, 正确地为人处事之道, 就是我们既要心胸宽广, 温和待人, 但是也要有我们的底线, 在别人要挑战你的底线时, 你就要表达自己的态度, 这样才能真正地避免被欺负。 老实, 不是要放弃自己该有的利益的, 人只有先自己尊重自己, 然后才能得到别人的尊敬, 一个没有自尊的人, 是没有人看得起的, 如果有人借为人老实的措辞, 来道德绑架你, 你也不必再尊重他, 做人做事, 只要我们不做损人利己的事情, 那么我们自然问心无愧。 居里夫人说, 我们最重要的原则是, 不要叫人打倒你, 也不要叫事情打倒你, 要想不被别人欺负, 就要懂得对别人说不, 并不是别人开口了, 你就要妥协, 首先要问一问自己的内心, 是否可以接受, 懂得对别人不恰当的行为说不, 才可以让别人知道, 你不是一个随便就任人摆布的人, 懂得去拒绝别人, 才会阻止别人那些得寸进尺的行为, 和想在你身上占便宜的想法, 一个人的好脾气, 不等于随意就可以被人利用。 学会展示自己, 过去的老实人是诚信的代表, 受到社会尊崇, 现在的老实人是没有能力的代表, 被别人看不起, 老实人不善交流, 任人欺负不敢反抗, 就算你对任何人都笑嘻嘻的, 也遭别人指责, 你是老好人, 善良之人, 老实人在别人眼中的印象, 就是谁都不敢得罪, 没有一点骨气。 以前, 女人的择偶标准, 都是找个老实人, 她是可靠, 而现在, 女人似乎得看不上老实人, 反而是封臣女子, 洗尽仙臣, 都想找个老实人嫁了, 不管过去有多么不堪, 反正有老实人接盘, 老实人在外人眼中, 简直就是一点能力都没有了。 老实人在现实工作和生活中, 几乎是崩溃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善良, 你不计仇, 你吃亏不会反击, 真实的情况是, 那些精明人会越来越变本加厉地 榨干你的收入, 利用全数让你干最苦最累, 最机械, 最没技术含量的工作。 马云说, 你穷是因为你没有野心, 所以不管是才艺还是能力, 老实人都要展现在大家面前, 不要害羞, 要有自信, 老实人往往觉得酒香不怕巷子深, 如今的时代已经不行了, 所以一定展示自己的才华, 展现自己的价值, 才能受到别人的尊敬。 要想别人不欺负你, 首先要让自己的人生强大起来, 很多喜欢欺负别人的人, 本身就是那种很势利眼的人, 当他们看到你的崛起之后, 只会围在你身边白围起怜, 不断地巴结你奉承你, 这个时候, 他们绝对不敢再欺负你, 就是因为你的成功, 让他们看到了利益, 也看到了你整个人的能力。 学会冷静处世, 不管是争取利益, 还是受到欺负, 都要冷静地面对, 而老实人往往因为维护自己的利益, 而得罪人, 所以冷静地处理会, 是你最好的选择。 见其谋事, 知其知义, 是有不合者, 有所谓知也, 老实人想知道对方意图, 就要知道对方心里想的啥, 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 孙子兵法说道, 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 相对于知己, 知彼显得更为重要, 要做到知彼最好的方式, 便是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鬼谷子的警示, 放在现实生活中, 教导我们, 老实人被欺负时, 不要胆怯, 要去思考对方因为什么而欺负自己, 只有知道原因, 才能够采取措施去应对去解决问题, 毕竟老实人往往一根筋。 感觉是自己的就是自己的, 头破血流也要得到, 这是最不可取的。 在职场上, 不要随便去站队, 老实人往往是被人当炮灰的最好选择, 所以作为老实人的你, 一定不要卷入职场纷争当中, 不管进入那一队, 你都不会有好下场, 赢了得罪对方, 输了你就是炮灰, 死得最早最快的一定是你。 鬼谷子曾言, 口者心之门户, 所以但凡聪明之人往往少年多关, 因为言语是洞察他人内心的途径, 唯有自己话少, 方能不被人窥破, 只有多观察, 才能洞悉他人的想法。 沉默是今, 如是此理, 正如说话一样, 唯有慎读其身, 身怀利刃, 方能静观沧海, 波澜不惊, 这便是老实人在掌握力气之后, 行得更远之选择。 职场是战场, 成王败寇, 胜者为王, 但归根到底, 职场的根本还是工作, 在职场, 最该做好的事情是工作, 最核心的竞争力是你的能力, 有做好工作的能力, 无论站不站队, 你都能最终在职场上立足。 那些拉帮结派, 三五成群的八卦小圈子, 不要加入, 对工作不会有助益, 相处好的时候, 看上去都是朋友, 一旦有点冲突, 会立马翻脸, 甚至背后重伤, 但是, 遇到高层领导的派系斗争怎么办? 不要轻易站队, 安安稳稳地做好手头的工作, 领导们之间的争斗, 有时会波及下属, 但也经常会止于领导们之间, 工作上能出成绩, 才是自己站稳脚跟的资本。 鬼谷子曾言, 若欲去之, 因为欲之, 缓转阴化, 莫之所为, 退为大乙, 这句话意思就是, 一件事, 成败有很多种因素, 方向错了, 即使在努力, 终究还是错误, 及时地发现问题, 及时改正才是正道, 如果不知道对错, 那么及时规避。 职场老实人, 正因为过于老实, 总被叫干着干呐, 有时还得被小人在背后说闲话, 在领导面前告你一状, 这种情况便不是良性的职场关系, 可是作为老实人, 因为本性如此, 所以很多时候就会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被人所得, 而自己没有任何办法, 所以一定学会这几个笨办法, 慢慢地你也会适应生活职场中的规则, 从而摆脱老实人的困境, 毕竟老实人善良, 偶尔会吃亏, 但是一定要记住, 小退可以, 作为一个善良的人, 我们必须懂得左手道德, 右手全谋, 善良的人以全谋为外衣, 才能是真正的善, 一定不要有吃大亏的心。 腿的用意 订阅 任何迺行 支持屿时 展计